水灯排车在炮声中对一鸣爷三鞠躬后 结合一格车表演团队与民俗车队 开始进行水灯排车绕境仪式 今年客家一鸣季中原活动 由中立三名与支八两里轮回 都安排了相当精彩的车队与演出 最终在青浦球场老街西放水灯 一鸣庙109年轮子中原浦渡活动 由我们中立区的三名礼 还有支八礼两个礼来共同举办 今天放水灯我们除了水灯排以外 还有我们的艺阁 还有我们的八音 还有我们的传统花式大鼓 放水灯是为了引渡孤魂来普渡饱餐一顿 水灯排车绕境 也是为了引渡街边巷弄的孤魂 延续多年的传统记忆 一直都是地方的重大城市 包宗慈也希望透过活动 吸引民众参加 同时让传统文化永续传承 现在连政府单位也在讲说 我们以前我们的鲜明的优良传统传下来 我们今天让下一代人不要忘记仙人的恩典 他们为我们奋斗为我们牺牲了 我们今天要让下一代继续流传下去 今年的一鸣季活动内容相当丰富 有传统祭典以及精彩的演出 七号晚间还有赛神猪的活动 会有十多头神猪角逐第一 邀请民众一起来共襄盛举 记者来为一桃圆报导